台湾小青星们也开始玩偷情了 有台湾媒体爆料 4月16日刚刚在新浪微博写下 分手了三个字的郭彩杰 日前被记者目击到 居然在助理的护送下 悄悄上了已有圈外女友 并且交往近五年的杨又宁的车 紧接着杨又宁把郭彩杰直接带回家 直到隔天中午 郭彩杰才被助理开车送回住处 莫非这两位各自有交往对象的两人 关系已经变成过夜情 不要告诉大家 两位孤男寡女在一起打了一页扑克牌 难道郭彩杰写的分手了这三个字 是在说自己与陈俊玲 可距离16号分手 仅仅八天就把自己人肉快递到杨又宁家 这也太心急了吧 其实有圈外女友的杨又宁 老早就在微博上对郭彩杰眉目传情 两人在电视剧向前走向爱走扮演情侣 郭彩杰大谈和杨又宁的吻戏 这是我从阴以来最激烈的吻戏 有种生死交关的感觉 导演没喊咖 我们就一直轻 闻到后来嘴巴有点痛 而郭彩杰在微博中说了 好久没有睡那么饱 从晚上六点睡到早上六点惊醒 后杨又宁居然回复到 我真的觉得你睡着觉不醒的功力 跟我一秒入睡有得拼 两人竟然公开讨论睡觉问题 哇 这还真是让人对两人的过夜情 浮想连篇啊 打破最未知的恐惧 就算流泪也能放弃 将心一心 因为幸福没有结局 只有经意 也许多年轻人的过夜情 也许多年轻人的过夜情